HELLO 大家好,我是詹姆士 今天我這輛是1979年的Benz W123 240TD 或者有些人會叫它S123,因為是旅行版 買這輛車的原因是因為小時候看得多西片、打機、玩GTA 很多Vintage的車會在這裏出現 大家有玩過GTA應該都很有印象 經常會出現旅行版的車 在美國美式文化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東西 或者有些人會叫它Surfwagen 令我長大了,想買一輛家庭車的時候 會考慮去密適這個Wagen 當然美國車在香港會比較少選擇 沒有那麼多優態版本 在機緣巧合之下便找到這輛W123旅行版 其中一個最吸引我的原因 當時也找到不少盤 最吸引我的原因當然是這個綠色的外殼 加上它這個TEN色的內裝 香港當時放售的就只有一部 最喜歡這輛車的幾個原因 首先就是它的尾巴 因為我不喜歡很傳統的那些 是否叫Saloon 就是那些比較四門房車的那種味 我就不喜歡 我一定喜歡斜尾的 有些跑車是斜尾的 暫時沒有跑車 這個旅行車的斜尾我都非常喜歡 第二件事就是 因為當初看124、123的時候 最吸引一定是這個 對外坐的後座 其實原本是用來給小朋友坐的 大人屈質一點都坐到的 兩個未必坐到 坐一個就OK的 那輛車回來之後 就沒什麼翻身過 因為幸好上一手車主都保養得很好 很多東西都是原裝沒有改裝 都留在這裡 那買了四個輪子之後 因為以前駕駛電單車 都少出車 多數自己圍內玩或者出入 那買了私家車之後 就多了很多 就是Sunday Morning Drive SMD這個活動 禮拜天 神那麼早就去錄鏡 給人拍下車 就認識到一些朋友 那除了平日禮拜天出車之外 都會可能跟太太去一下 玩過下午的戶外吃東西 煮一下咖啡 去草地裡休息一下 都會多了這些活動 那也都認識了很多 就是車友朋友 那另外就是 會不會搭一下衣服 個人來說都挺貪美的 其實可能你都看到我 都比較喜歡綠色 有時自己日常的打扮都是這樣 所以很自然就會跟車搭配 基本上衣服都是這樣 那我覺得買一輛漂亮的車 穿漂亮一點 駕駛出去是一件 互相輝映更加漂亮的一件事 是我很支持這件事 就是個人喜好 就比較喜歡一些 復古的東西 或者比較Vintage的東西 亦都跟工作有關係 可能我從事了 皮鞋這個行業都十幾年 大家都知道 皮鞋這件事 又是要保養 要花心機 要有耐性的東西 我覺得跟我玩的一些舊物 都是一樣 無論我玩舊電單車 玩舊的私家車都是 那個保養的耐性 一定不能少的 因為如果你少的話 你會處理不到這件事 當然好像皮鞋這樣 有些人我當皮鞋是 我不會保養的 我買一雙鞋回來 我穿完爛了就扔了 私家車都可以是這樣的 你都可以 我不保養 我買普通車 骯髒了 駕駛了就扔了 但我覺得兩件事 共通點都是classic classic的皮鞋就是力九常身 classic的 vehicle 載具 無論電單車也好 你私家車也好 它都是力九常身 一定要學會怎樣保養它 學會怎樣用它 當然我年少的時候 都不懂得保養 開電單車 弄壞褲子 這些一定有發生過 那就慢慢從中學習 我覺得是 工作有影響我的興趣 我的興趣也影響我工作 有些息息相關